我们就来看今天的台股表现了 其实在今天的早盘 一开盘就攻到了季线之上 但是中场收盘 这个季线却是差了一点 没有站上去 那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外资表现 其实外资在今天还是站在买方的 今天是这个连续的买超 今天买超了85亿 投信继续不离不弃 连续57买 今天买超13.8亿 自营商也是站在买方的 所以三大把人今天同步买超了112亿元 但是今天很明显 反摊量却是缩下来的 多空其实都在观望 只是为什么公道纪线之上 追价的力道没有跟上来 其实是在观望 观望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CPI的数字 反映出来之后 就是来看今天晚上美股的表现 阿赫老师说其实NASDAQ指数 不管是日K的角度 还是周K的角度 其实都已经开始呈现了一个 开始反转向上的格局了 今天的NASDAQ指数 出来之后我们要观察什么呢 OK 其实在我们中秋连续假期的时候 包括他是不是发表演说 对 后来他放出了一只大老鹰 那被投资人抓去烤小鸟 那其实在今天晚上 这个CPI如果数据公布的时候 大家要小心会不会被CPI 帮我们抓去烤小鸟 为什么 各位 其实他已经来到了第一阶段了 这个是NASDAQ指数 NASDAQ指数其实如果说 你有阿豪的骨架循环图 在LINE上面 有骨架循环图的话 你会发现它这个是MACDE在零轴以下 所以其实它是在走反弹 那反弹的一部曲就是5MA 站上5MA 二部曲就是突破这个下降阶线 所以在昨天晚上我们看到 其实它已经来到了 这个一部曲跟二部曲的关键了 那它已经在这个地方准备就位了 现在就等着这些利空来测试 今天晚上的CPI公布 预期下滑 对 明天要PPI 然后到礼拜五的时候又要四五日 甚至下个礼拜一九二一的时候 它正式要宣布到底是三码还是两码 所以即使经由这些利空来测试的时候 如果它还是稳稳地守住 这个周K的5MA 以及这个下降阶线的时候 反弹它就真的已经确认了 因为这是周K 所以周K是一个礼拜的表现 不能光看昨天 或者是今天晚上NASDAQ指数的表现 因为今天有非常非常多 接下来的数据要公布 所以就是看它的这个表现 然后来看这个礼拜结束之后 这个周K到底能不能守稳在这个5MA 还有下降切线之上 对不对 对 完全正确 好 那阿尔老师 我们就要来看了 那这个台股呢 加权指数的反弹 你之前说一部曲 对 那台股的部分 反弹的部分 其实我们的加权指数 我是希望说各位 平常都已经很忙了 那么多股票要照顾 所以大家只记两个数字就好 所以在加权指数在这一个礼拜 第一个数字就是在这个周K的5MA 是 它是周码 所以它是五周均线 对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这个下降切线 在15350的这个地方 是 这个礼拜前各位就注意这两个数字就好了 好 那你看今天的一个最高点来到多少 149 49 为什么来到149 49它就过不去了呢 因为周K的5MA五周均线在多少 149 966 所以其实他们是做得非常的准 而且他们采用的刚好就是我们的剧本 这个部分 好 那这个是加权指数的一个部分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影响比较最重要的 关键的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的部分 其实有跟各位报告 其实这里礼拜你就看这个505 对啊 老师台积电现在看起来 跟这个整个大盘 一样啊 就是要先来挑战这个5MA嘛 然后再往上来看挑战下降切线 对对对 其实就是看台积电能不能攻上去 指数就可以攻上去了 对 我们刚才会觉得说奇怪 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得这么足 对 然后949然后966然后它就过不去 其实他们控盘工具是台积电 是 为什么是台积电呢 台积电今天最高到多少 495 为什么它到495它就不到496呢 因为5MA在多少 哇 真的一点都不差 496 有点压力 所以其实他们的控盘的精准度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在这一个礼拜 如果你看到这个台积电 它如果有办法去站上505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更进一步的 一个确认 它这一段确实是在走右空 而且它已经开始要做嘎空了 可是相对的如果这个505 它一直不站上去的时候 表示它还没有准备好 它就是要等着这个美国的CPI PPI 事务日 甚至他们下个礼拜的升息 来测试真的已经确定了 可以往上攻了 它才会开始去做一个收网的动作 所以其实在今天 我相信真伟在盘中 应该特别有感觉 因为你盘中有在做这个直播的 这个连线 所以你会发现 好像有一些资金已经慢慢的转向 由高价股转向这个比较同板股的一个部分了 所以我今天就提供给我们观众朋友 大家最需要的一个同板股的万用公式 好 为什么今天其实是低价股的表现 因为量缩 量缩其实就是低价股的表现的空间比较大了 低价股从今天看起来十几二十块 这个三十块 其实股价这个波动相对又表现比较活泼了 所以就要请教安豪老师了 那我们接下来同板股看什么 像是4931的新胜利 好 新胜利是四十几块的股票 这个昨天你有帮我们追踪一下 因为它其实是在走一个持续往上上升格局 这个多方式的股票 那可以接下来要怎么样来掌握 它是四十几块钱的股票 OK 我提供的这一个万用公司 它是适用在不同的价位 它也适用在不同的产业 所以它一套进去 其实八九不离四 那比如说像这个同板股是什么 我们的同板最大的是五十块 也就是我们锁定在五十块钱以下的 我们把它叫做同板股 所以我们以这个新胜利为例 其实在昨天我们就有带到这一档股票 新胜利 那新胜利的话今天一开盘 其实还蛮强的 大家都在猜说 它会不会直接冲上 这个结果它就是 中场又缩了下来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来各位 我们在看一档股票的时候 我第一个一定是先看它的架构 所以看架构的一个部分 我们先看到四九三一的这个新胜利 这是周线 对 在周线的部分 我再看的是它的周 KD 有没有在 MACD有没有在零走以上 有零走以上这种股票才值得去做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我们那个进出场的那个节奏 节奏的部分 我就会带到这个量价关系 从这个地方往前看 它最大的成交量是不是在这一根 这一根的话是在九月七号的这一根 它是一个关键 那再往前看的话 它的一个最大量是在五月二十五号的这一根 那我帮各位把这个区间把它画出来 它就变成了接下来要往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多框关键 也就是说你发现今天早上一开盘的时候 它是跳空 站上九月七号的这个高点 哇 是不是就往上冲 可是往上冲的时候 大家在想着 我今天晚上的那个西北海 会不会把我们抓去口小鸟 所以有些人就开始先获利入带了 所以它就押回来了 也就是说接下来它在这个区间里面 它要去做一个拉 去多空真实 如果有办法看哪一边往上的时候 它就有机会再往那个方向去发展 好 四十几块的股票 就看这个价量的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看 这个光通讯里面的滑星光 就是三十几块的 也是这样子抓吗 对 其实这一档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在前几次的一个通告 有持续的帮各位去做一个追踪 那同样的4979的这个滑星光 它在周K的部分 有没有发现 MACD在零走以上的 在操作上会比较轻松一点 那在日线的一个部分 来 同样的往前看 是不是在这里 对 最大量是不是在这里 那再往前看 它的最大量是在8月8号的这一根 那这两个地方 我们把它做一个连线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在中秋节前 各位 这是不是很标准的在洗盘 对 因为它洗下来没有跌破这个8月8号的这一根K棒 对 接着拿站上9月5号的这一根K棒的时候 叮叮叮是不是就上去了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抓进出场点 一个很简单 但是在实战上 算是很可靠的一个小工具 从价量来找这个进场跟出场点 那耿鼎 耿鼎其实整理很久了 今天是带量的往上钩突破了 老师那我来看一下 你说从这个报大量 就是这边嘛 那所以是8月2号 今天看起来突破这个点 所以是可以买进吗 对 其实那个 曾伟看得非常精准 8月2号 其实我们再讲更精准一点 它那一天的一个最高点是27.15 我为什么会记得这么熟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一直在追踪它 但一突破27.15的时候 这一天涨停板 接着呢 整理了10个假日 大家已经都忘记有这一档股票了 今天一站上27.15的话 今天又差点拉到涨停板 所以这是不是一个万用公式 所以从价量来找进出场的 所以老师殉州同理可证 也是可以用这样子的 它已经没有再更低了 它在十几块的一个股票 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去做一个观察 好 股民小提示 安豪老师 这个接下来会提供给我们 什么样的资讯呢 OK 在NAS达克已经站上了嘛 现在它最重要的功课是 这些利空数据出来 要去站稳五周军线 那空方式的一个股票 我真的在度的跟各位提醒 反弹走 反弹是让你拔挡用的 好 拔挡用在什么地方 多方式的一个股票 那多方式的股票在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一个看盘的模式 那今天真的时间很有限 所以我在这个我们的那个网路上的一个教学 特别针对的这个铜板股 你可以跨价位 跨产业的这个万用的公式 在我们的一个教学上面 跟各位报告得非常的清楚 记得加LINE按178 教学影片直接送到你的手机里面 好 有兴趣的话 记得扫描这个QR Code 加入阿豪老师的群座 记得加入之后要按178 你才可以收到更完整的资讯 阿豪老师就是说 因为CPI要公布 那这个礼拜很多的数据 所以美股会持续呈现一个拔合的状况 那在这个时间点 量就是缩达 量缩我们就是要找低价股 那低价股老师刚提供了一个万用公式 怎么操作 你加入群子都会获得最新的讯息 老师也会一对一的来教学 老师也会一对一的来教学